限制大师 一个外星人对地球的观察 作者 戴罗安卡 巴夏 翻译 塔塔 第九章 从创造限制的大师到释放限制的大师的转变过程 就是地球上生命的全部 正如我们提到的 你们的世界简直就是一个转型中的大师班 你们的人经常问 我的人生目标是什么 或者我的使命是什么 虽然每个人可能用无数种方式 表达自己的目标或使命 但每个人的基本目标都是一样的 尽可能地做完整的自己 我们解释过了 这就是为什么在生活中 展现出你的激情是如此重要 激情兴奋是你的身体对高我的翻译和沟通 告诉你这个频率 作为激情兴奋爱创造力 甚至内心平静的体验 是你独一无二存在的主要频率 它是你的指南针 直接指向你的慈悲 因此 当你跟随你的激情 并尽你所能去做 而不去假设或坚持 这结果应该是什么样子是 你将永远与你的本质 你的人生目标和你的使命 完美地结合在一起 放弃对按照你的激情行动的结果如何的坚持 是至关重要的 因为在大多数情况下 你有限的物质头脑心智 不能决定最好的可能结果 尽管你们大多数人被训练 认为你知道更多 从这个角度看 你有一个物质头脑心智 旨在探索被称为物理现实的体验 你也有一个非物质的更高的心智 高我 被设计用来引导物质头脑通过物理体验 这就像物质头脑在一个山谷里 而高我则站在山顶上 它对未来有更广阔的视野 而物质头脑却几乎不能猜到 下一个拐角处会发生什么 物质头脑是由你的更大意识设计来体验 现在正在发生的事情 而你的高我是你更大意识设计的一部分 它被设计来看得更远 不仅知道将要发生什么 而且知道什么会以最好的可能方式 真正有益于物质头脑 这就是为什么高我用它的母语 发送能量振动的信息 而物质头脑解释为激情与和平的感觉 忽略这些信息 就是在没有指导的情况下 穿过死亡之骨的阴影 物理现实 这并不意味着身体不能使用视觉化和目标设定 作为产生有益结果的工具 这种技术可能非常强大 但是它们的运作方式和你学到的有些不同 下面是它的运作原理 物质头脑用它的图像语言 其次是文字 来描绘它认为代表理想结果 目标的心理图像 甚至是物理图像 这种视觉化技术很好 效果也很好 但前提是你要意识到 图像只是一个理想结果的象征 而不是结果的字面表达 创造图像的真正目的是 让你处于兴奋状态 提高你的能量频率 这样高我通过同步性 可以提供你真正需要的结果 在你的生活中 以最好的方式前进 有时候 偶尔你视觉化的结果 可能就与你在脑海中 想象出来的图像相似 然而很多时候 它看起来一点也不像 如果坚持认为 结果看起来像你想象的样子 会阻止你看到 它真正需要的样子 因此 你就否定了 高我所显现出来的东西 因此 视觉化可以被用来 提升你的频率 但当你对你在想象中 创造的象征性图像 感到兴奋的那一刻 完全放弃那个图像 并接受接下来出现的 任何显化 是至关重要的 并明白 无论它看起来如何 如果你以积极正面的方式 状态回应它 它将是让你沿着 最小阻力的道路 前进的垫脚石 即使显化出来的是 你不喜欢的东西 保持积极正面的状态 会让你意识到 它一定是为了一个 服务于你的目的 而显化出来的 如果没有其他原因 原因就很简单 有时你需要看到 你不喜欢什么 以便更清楚地知道 你喜欢什么 这仍然算是进步 因为如果你仍然 根据事物的外观 对情况做出 消极负面的反应 而不是以积极正面的状态 做出反应 那么你实际上 并没有改变 因此这种表现 只能反映出 你的失望 沮丧 关键是要明白 发生什么 并不重要 重要的是 你如何处理 发生的事情 负面的反应 会带来负面的体验 正面的反应 会带来正面的体验 这没有什么神秘的 这只是物理学 你只能体验 与你产生的能量状态 相匹配的事物 当你们的人明白 坚持你想要的结果 是一种限制 而不是自由 那么坚持就会消失 记住 坚持等于阻力 也许你认为 你是在想象 最好的可能结果 但实际上 你的高我能够传递给你 比你的物质头脑 所能想象的 更大的东西 对物质头脑来说 似乎是终结的东西 对高我来说 仅仅是开始 你可能不知道 更高的心智 将带给你什么 但你总是可以确定 它将正是你所需要的 而这往往 比你想要的 更重要